嗨 怎麼可以的 上車接家人再收工 耶 接我收工 但今天拍甚麼我都未知 上車先啦 這麼多東西 今天來接我收工 不知道拍甚麼 我猜我拍紅館 那麼猜中的 你不介意我遮一遮他 他不肯動 我前面空了 立刻肯動 我今天才跟司機說過 港島的交通是這樣的 然後他就開始說起 港島好像高尚一點 港島就算多高尚都好 交通都是塞 我還沒住過港島 我不是高尚人士 九龍都有很多特色的東西 第一次來你梁家 崔萍村 小時候玩粥姨 玩到變成村童也是在這裡 其實這裡是雜的 兩三個朋友在玩粥 帶那些姐姐過來欺負我們 跟我們一起玩 然後說我們撞到他 然後叫我們90度道歉 那你怎樣 我說我不會 我知道他讀隔壁那間有華小學 我會跟有華小學的老師說 這麼小的會打碼嗎 他沒怕過 就搞到我們要90度道歉 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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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我沒見 很漂亮 這位是我的兒子 哪有你的兒子 我媽媽的乒乓 是不是很年輕 我看著鏡頭 我就很緊張 嘩什麼 我現在放了姿勢 哈哈 街營 你也有看街營那些片 你覺得她幕前 和肢體下飾的女兒有沒有分別 我覺得我女兒也很真實 她的性格也是她自己的性格 你不怕她說出來 她不應該說 她有 她很真實 入個女童院那些 她說出來 爆了出來 這麼直白 做這一行 我遲早黑料都會被人爆出來 不如自己爆出來 不如自己爆出來 我覺得她這樣做真的很聰明 你是被以為 這個香港最後一代MK 我沒想過擺脫MK這個名字 但我老實說 就是 又不自豪 MK一定會有一種負面的感覺 不知道為什麼會被人 過癮在 她在先達組 她真的是MK組 MK也可以很有知識 她們有謀誤 MK就覺得不學夢想 其實當然有超多物資 可以看超多書 超多電影 閱讀香港普及文化 香港故事 電影中的 你女兒很真實 一條給你看看 真的很真實 這是我的偶像 為什麼 香港未來之稱 你看看這條 她說 未來我想當一個孩聲 再進一步 希望可以製作一套 港式笑片 尊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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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就覺得 哇 他們很貼地 我可能讀書不多 她說 剛聽人家說 真是市者 我們表達、釋放的東西 都是香港情話 我一定要跟大家說 這個Conner 你真的很喜歡港產片 這個我去看 復修版 然後送的 這個是文俊先生 然後他親手送給我的 看成影展poster 這個呢 這個是什麼港產片 這一套是 冬天的童話 他是港產片的專家 二字頭那些是最熟 可能是街人 附近逼人那些 他們都是很市井的生活 但是我覺得 很有溫度 市井是一個藝術 你不怕被人說 你是拿著本土這個桌 然後去拿Loyce 我不怕 因為這是我的興趣 我想說 我開了一個Q&A 問我 你是真懷究還是假懷究究 對 然後我就回覆他 我當然是假的 我最喜歡是陳偉廷 我很喜歡香港的 我問過東方星 要問你了 香港有什麼很喜歡 走不了 你要我 不可以再聽到香港的紅綠燈聲 不可以再 可能我今天和他們 香港將來不是這樣 香港將來全部都講普通話 你那些粗口全部都沒有了 你那些香港 全部變成了尿B 對 就是阿珍這麼快 一支槍出來 三支 尿尿尿 然後旁邊都說 尿B 錯 我家裡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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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你幕前的人生最痛的一件 就是說你上不到大台面 你每次一說這個 整個人就開始 能量低了很多 下邊又一隻 我是甜美的小美女 你認不認同這個人 我認得 好像很高級的活動 你沒可能會有這麼市井的人在 覺得自己是軟硬件方面都收藝 都糟糕了 Sorry 即是廢話是糟糕了 收藝是客社會的用語 不是 是監等的用語 哈哈哈哈 我也是不懂 我的背套就是公公出世 連打學都沒有讀過 然後再加上之前升 大家記不記得四台聯報那天 我是遲到的直播 因為我前面拍一個廣告 我第一次親子開口 我說這個廣告可不可以不出 我差點哭出來 我看了劇本 劇本寫得好地地 你也知道一個鏡頭 它擺放很遠 但其實它的鏡頭是可以接近的 最後出來的結果就是 我的波不停無限地拍攝攝業線 然後所有的配樂和節奏 我真的覺得自己很像 這個經歷 除了覺得自己很便宜之外 是有一件事很不開心 原來你付錢我買廣告 我的價值就是在這裡 原來你是為了我這堆東西 我可以不用露這堆東西 但我都可以給你很好的戲劇效果 其實有點夠自取 因為那時候我喜歡穿暴露 這個問題你講過很多次 但我覺得你很多時候 都太漂亮地包裝到自己 不夠入肉 為何穿衣服要這麼性感 你是為了博取把臉 還是為了什麼 我認識你的時候 我不單是老胸 我還穿得很招搖 而且很濃妝 是呀 我現在穿衣服 整條線看見是好少的 但我以前是經常都有線 最根本的問題就是 我當時很無自信 我當時沒有太多優點 所以我就拿出一個優點 多人認識了 我在街上穿到 有觀眾拍得我 很尷尬 現在私底下不是拍攝的情況 出街我會穿了外套 而且我現在發現 原來香港的好少女生 穿得這麼性感 你現在才發現 我現在才發現 我現在才發現 當時自卑 可能出街見有些美女 比她美 對 現在我開始找到自己的價值 我除了性感還有其他 都會涵蓋在我的一部分 我都不會否認我性感 小樹茄高靈聯絡了我 我拍一個關於大胸女生的煩惱 都說得明白 不會令你不舒服那種 很開心去找我 但一大胸女生那麼多 為什麼她會找我 除了因為我們認識之外 是因為 因為她在小樹茄找不到人 都是 我的天 我的天 麗鷹好像有些 那個領導試過和我合作 她一定覺得可以和我合作 還是要找我 無論我前幕後 你就算多人喜歡 很多人都回來和我說 家瑩姐真的很棒 打了十年表演 現在還得罪其他人 導演第一句和我讚 就是賺家瑩姐 我想說Jeff 是我人生以來最帥氣的男 人家叫Jack 你叫Jack 甚麼Jeff 我說另一個 我現在才說 那Jeff是誰導演 Jeff是另一個你不懂的導演 我現在才正式賺Jack 那Jeff是甚麼導演 我想知道 你說吧 你說吧 你別這麼八卦 首先你能付錢 或者邀請我合作 質素是一定的 這是基本 然後最重要的是 一定是氣場快樂 不是難相處 不是說影片一定很好看 你要我要求 我做張曼玉的演技 我不行 但我作為一個家營 做YouTuber兩年 每一次都有進來 每一次都有進步 每一次都有進步 無論拍一天拖拍九千多集都好 一集都給一集有進步 但是男生的頭髮 男生越來越退步 他真的不知道想怎樣 他整個人 因為他對著我已經沒有新鮮感了 這個男人就是賤格 說一下姐 我愛你 我愛你 我不會罵你 無論我們自己人做事 還是出去做事 那些人都會覺得和我做事 你要知道自己這項值錢 是 你何時才知道她真是紅 有一次我發現 旁邊有兩個年輕人在說家營 嘩 是啊 這個小妹說話很過癮 每天都是追去看那些片 旁邊那個髮型師 希望我光顧她很多年 這個幾個是媽媽 然後他們就看著我 有一點點尷尬 但是很自豪 自己心裡平常是開心 是歡喜 暗爽的 最近有個風響 有想說那些連登留言 很害怕 很害怕不上連登 哈哈 你怎麼看那些人說 經常都看見你 然後做個 交叉交叉 emoji 我真的 有個嘔 因為她已經不在我那裡經常看見 各大YouTube Channel 電視新聞 經常都看見你 蛤?不要上網了 哈哈 我是真的盡量 都希望大家看見我都舒服 見到我就 有開心 有東西看 為什麼不經常反過來 是令大家沒有經常看見你 我是那些很需要人關注的 老實說 我從小到大都是 我就是浮誇那首歌 我是接受不到 那年十八母校 沒有會暫著余遊 我沒有可能 我是一個很有存在感的人 但是你不認識那個人 你也要在心裡有存在感嗎 嗯 忍不住 哈哈 家瑩會承認自己是港女 我覺得最厲害是這裡 但是她不承認自己會拍電影 噢 所以她真的是一個港女 哈哈 但是家瑩她是為港女加印分 港女都臭了 就是因為是統計學 而現在家瑩就是跟大家說 港女都可以很棒 家瑩Live 貼文我也有看 你全部都有Like 留意到好像 她就說她享受飢餓的感覺 有些人說 家瑩你吃東西 吃到八成飽就要停 你開心嗎 穿漂亮衣服的快樂 比起不吃眼前那包薯片的快樂 實在快樂太多了 我辛苦一會 但是那個成功感受太大了 很清楚自己是怎樣 也知道之後應該怎樣走 知道現實世界裡有一群 有很大群 看不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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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討厭我的的人 因為我以前是圈子比較複雜 這些可能是以前認識的人 我好性心就很強 我不是心理善良的 我不會以得步 我只知道 我有一天要威到 你上網就會見到我 梅言芳那部戲 我看到有一幕很喜歡的 就是她跟張國榮說 如果樓下的人拍手掌 你看著她唱 唱到她拍手掌為止 我一定會做到你覺得我是得為止 另一方面 抱著一些你對我的期望 許賢跟我說過 其實豪哥也有說過 專家Dixon也跟我說過 高靈也有說過 情人褲也有說過 這些我接觸過 很有溫度的人 全部都跟我說過 跟我說家人你可以的 覺得我可以 然後我失敗了 我豈不是很沒面子 就是很 你只得期望也不行 你只得期望你就囂張 你只得怨恨的話 你這個人很自負 你兩樣東西剛剛好 囂張和自負的分別是怎樣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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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塗一點 不用太久 但每一次 每一次都一定會做得更加好 我連身材都很努力維持 都是 身材越來越好看 對 又越來越漂亮 我又沒有說這件事 我只是說身材 都沒有人 是嗎 那是不是一人嗎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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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逼她 還有我媽的期望 始終我們文化不是多 以前我們是在大陸讀書 很多東西我給不了意見女兒 現在我女兒今時今日 真是紅 或者很多人很支持的女兒 我覺得 這些所有的東西 都是女兒自己一手一幾天 自己努力得回來的 人家現在很乖 她很有我心的 真的 有買FK2給你都沒用 但是 你肯定沒用 你起碼皮膚有點乾 我都是美女 電腦電話全部都是姐姐嗎 嗯 她真的很疼我的 其實 你這個樣子是被迫的 不是 是緊張的 緊張的 何時知道她進了你一行 我很後期才知道 她跟你說你 對 為什麼無刻那時候 有一段影片過來Casting 因為那時候 我在鮮達麥有報道的 一萬三千三百三 不如我給你一條命 因為報道而留意我 欣賞我的人 我不知道哪一個欣人 就見到你們說 想找一個願意在幕前 講粗口的女幕前 re-share了你的story給我 就是我覺得 吵 講粗口 還不是我 其實我真的打算 看看你們是甚麼人 我有看你們的影片 終於不是太忠實那種 之後我就傳了給你們 那個Casting片 我知道你們會Post 我現在吵定你有沒有 吵你 吵你 用粗口來說 就分幾個層次 首先就要看一下對象 是不是很欺負的 如果對象是很欺負的話 你就要惡一點 你有沒有找我 不是欺負的對象 純粹說笑話 你就可以配合你的笑容 你不要那麼欺負的 就會被人感覺 沒有那麼強攻擊性 尷尬 尷尬 大家看完了嗎 覺得怎樣 我覺得很MK 很MK MK的極致 先達那裏 就儲了些錢 自己開店 然後店舖生意失敗 然後就認識你 這個很少人知道 很少人知道我開店 中間那段時間 是在旺中那裏 開了四個月的店舖 19年的時候 當樓下發生甚麼事 我自己的店舖 有空去喝茶 我自己有隔不久 下去喝茶 根本哪有可能 我一個月怎樣 交到$25,000 我自己穿自己的鬼屋底 吃飯 這個戶口沒有錢 我是窮到 偶一千元出來都沒有 偶一千元出來都沒有 我21歲 我會問我 我多少錢 我不做事了 我打算在家裡養我 我打算做豬米大蟲 我現在可以給那麼多東西 給我企人 或者每個月供多少錢 保險給我弟弟 這些是我還給他們 我不是真的 大家想像我這麼孝順 我都會想 我最慘的時候 經歷過了 我甚麼做不出來 我就傳卡 當我和你談 青華想簽你那時候 你知不知道 你是我們公司簽的第一個女生 當然不知道 大家都知道 以為以前的杜小喬 阿B是你的孩子 其實你知不知道 你入了一家甚麼公司 我不清楚 你不記得被人欺騙嗎 始終漂亮 美美女身材也好 雖然媽媽沒甚麼文化 是蠢一點 但我覺得我女兒不是蠢人 我就是覺得 如果你第一個簽我 我一定是有一些價值 是以前的女生都沒有 這麼快想到這件事 我當然想到 不會覺得是我們頻道很媚 然後我終於有個有流量 拿你回來 當你原本情書 這樣 沒有價值的話 把我回來做甚麼 我一定是知道自己 可能已經是有些東西 是你們看到的 之前對孩子看不到 最後就是原來是粗口 不過都好 都好啊 都好啊 她說 入了你們的公司 現在不知道甚麼是公司 是 可能我會睡得很少 說我沒有空 我原本我約了你 但真的不好意思 我真的要放在飛機了 因為我拍了一些東西 又要趕著回公司 聽 怎樣去拍好些那些東西 你知不知道她每晚回公司 是做甚麼的 我不知道啊 阿女兒不是任何東西 跟我說的 她也是算賺錢的 我們公司現在 然後奪起一個新的項目 她叫做Pocker 她就很專業 她就知道她每晚上班是多少 然後 然後 帶你過來我的辦公室 我自己家可以 你的辦公室很流行 偶像崇拜 這個主意呢 是嘉盈姐想出來 是呀 因為我覺得一定要有我們的照片 最過癮的是 她說 我們大家要公平起見 在我們公司的藝人 都有這個想像的機會 然後發覺 八成的照片是她的 不是 那些照片你選過 為什麼八成的照片是你 多的話就代表便會不會賤 愈小就是 Г God 越來越廉價 這個世界是物而可為貴的 所以我覺得自己最便宜 所以我是最多 相那就可以了 再來you guys 我還會做很多的 因為我擔心肥項會死 跟你有道型先做這些 我於是有做 Ett Papac 在這裏 這一刮是她30歲以前就會中風 那我就拚命去吃 最後四 britann 要警示他 讓他不要開冰隔壁 誰知道他是 rakac 我這樣就是看到了 他現在開 strikes 神經 books 一間公司當成一個外紀人 不經常聽他說這些謠 是他做得很開心 因為你們都很疼他 我覺得這件事真的很開心 我將我的友誼 家庭 我螢幕前面的愛情 我全都在FH Productions 你覺得家營對你的公司有多重要? 你知道家營最生氣的一件事是甚麼嗎? 只要你一說 她對公司不太重要的話 她馬上就會哭了 是不是? 是呀 媽媽 現在你不要說 你不要說這麼廢話 我一下子就可以收尾皮了 我一下子就揭開 你馬上 馬上有很多生意 我們終於不用做YouTube 巨龍有這樣的樣子有生意嗎? 做人公道一點 人家不喜歡拍拖 不喜歡帥哥 最喜歡搏東西 我專門去應付客人 搏東西 快點吧 她問你有多重要 我都不記得你都記得 真的很重要 她真的很在意 我一句確決 沒有我都行 不可以沒有了你 哇 你真是死女 有很多位是她才能做到的事 當拍拖才算 就變成不只是我追求女 是她追求我 其實有跟其他人做過 我帶著了 但她那些就是 可能我們一人打一半都可以 就變成你多了很多鏡頭 可能我們在一個片裏 我們要付出九分 有家人在我付出五分 就已經可以拿到足夠的效果 第一個能幫到我們創作的女生 是的 有些辦法都是她想的 交換餐單也是她想的 我們今年最高標準的影片 是你跟肥豪交換餐單 出了四個星期已經70萬 交換餐單那一條 你真是死得不賤自主 我覺得不值 我一邊拍 我一邊覺得她能夠力氣 就能夠出現觀眾想要的效果 但我跟她的效果做得太足 而忘記了自己的形象 一定會被人罵不健康 我覺得有娛樂性最重要 其實我們YouTuber的本質就是 娛樂工作者 我們要不停娛樂人 我拍中間我從來都不是想 我美不美女 只是我的形象 所以令到有些人不喜歡我 觀眾看下去 不知道究竟怎樣構成一條好看的影片 但在我們的眼中 我們知道沒有家人放這個 沒有放這個肥豪接不到 當其他不同的女生 總之全電影界 總之隨便放女生 肥豪都發揮不了 她不知道放什麼給肥豪發揮 肥豪就算有料 但沒有人去trigger這件事 一樣拿不到那個豪小壞出來 不要理會怎樣 不過有時候就… 有時候是甚麼?我想聽有時候的 有時候大家… 他平人就是這麼喜歡這樣 然後裝了一個恐怖的 死不斷氣 我一定會怕他皮 你讚完就算了 死要說真話 女人不喜歡聽真話 不要緊要說有人說一句 有很多東西要踩 這次是你紅館 所以只開口說話 你不要再說話 哈哈哈哈 對呀 下次到我做的時候 就是甚麼 有時候就是純粹 不要幫他做 很低Viu 哈哈 聽聞你們公司老實說有兩個 一個非常理性 一個非常癲狗 你知道為什麼我辦公室會有這些嗎? 誰的? 因為我老闆養了一隻狗 很喜歡咬人 哈哈 黑人在這裡 什麼事啊? 那些尿 你給我撿回去 你有沒有看到一塊黃色 在那裡給觀眾看 是香的 Shit 你舔一下 不然我不相信 好啊 有東西不拍到嗎? 喂 沒有了 我拍到一條 喂啊 我跟你說 粒粒的那些我真的沒害怕過 你沒害怕的 他傻的 我怕舔完之後 被觀眾說我有品不衛生 是啊 有那些道德嫩 那你快點 我專門向道德嫩挑戰 喂 喂 我笑呀道德嫩 有啊 滋滋啊 喂 滋滋給我 奶啊 磨膏 哈哈 他現在都反夢奇 別人越反對 他就越擁護 就是剛好你呢 是比較撐我那邊 等於再見何歡 你一樣 藍太陽矯道化開 英搖牌 現在熱滿衣 哈哈 我是信念牌 但是看乒乓 我會哭呢 是因為 我覺得自己是肥豪的角色 我好想哭啊 要 讓你弄一下 不要亂 哈哈 我知道你 很無奈 但是吹嗎 上年應該是你拍YouTube以來 最沒有自信的一段時間 叫做低潮 暗戀那麼大的project 你覺得自己做得很差 大家有眼可見 我們的片子真的自己都不喜歡 中藝還是戲劇做得不好 這個我們要認 剛才從來沒有不認 有人會跟我說 你Channel DP不好看 你當然不可以說自己Channel DP不好看 如果不是外面的人會怎樣看你 外面的人會是按鈕的 你自己都認清這個事實 至少給觀眾知道 我真的知道不好看 我會做好它 所以上年我是很能勾的 那時候大家都試氣很差的 因為你已經是直頭年 回來辦公室跟我們玩都沒有 你連個人都不在 What do 上海你有沒有問一些東西 甚麼 幫我上米 可不可以形容一下 上年公司的低潮期是怎樣 你經常不回來 喂 入少少的 欸 抱歉 抱歉 很小的東西 喂 你不要收起來 你先收起來 老闆的樣子 但是收起來 喂 怎麼可以 你有沒有錄那麼長啊 不要錄大錄啊 忍了很久 我跟男生從來做過的事情 Viu數 其實留言數也能反映到 怎麼說呢 你是那個靈魂人物 沒有你真的不是很厲害 你不要說 我自討看了 我真的會咳嗽 不是啊 不是 其實我自己擔戴旗 糟糕 不是很厲害 真的 有很多東西要是你才能看到 其實說真的 不是 我真的訪問公司的內部 沒有打算叫你吹嘘我 他沒有打算吹嘘你 那時我是在懷疑 自己是不是不太適合再做 那一行 那時真的 我都想轉行 是啊 那時男生很記得聖誕節 他在一個吹風的地方 有一個地方 不是說愛情東西 不是愛情東西 公司要跟其他觀眾一樣 是很容易聯想到這些 公司低潮期出去聊天 當公司的事情 他就跟我說 沒有啊 我想得很清楚 如果真的搞不定的話 我去跟回我爸爸做裝修 做地產 他有說過這些 我也不認知你現在看到 他有說過 哇 以為這個節目搞哭 你今天就快要搞哭 我不知道他有說過這些 他有說過 我聽到我考慮很想哭 我真的很久久了 聽到你 我公司的男生 跟我說要找工作 你知道我害怕 因為我害怕 禁家 我要回去人生最不開心的 不要玩啊 有沒有人找你刮過 沒有 沒有嗎 我聽過有 沒有嗎 我聽過有 沒有 你得罪人是嗎 當然有 誰都知道 大家猜猜是誰 然後還過來 你指的是嗎 帶得了 可以只能'. けて 說不可以的 分敦 說到 什麼都可以講的 媽嗎 什麼都可以講的 H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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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哥說 你不是丟下了這個頻道 你不是丟下了觀眾 你丟下了我們 我立刻哭了出來 我覺得是 我們有這個想法 我覺得一模一樣 你放棄觀眾也算了 觀眾支持你了十年 你放棄這個頻道也算了 你自己建樓仔 但你丟下了我們這群朋友 已經不是公司層面的問題 當然我覺得很不開心 我覺得我也要丟下你 最後當然 我都很正式地跟你說一聲 對不起 其實跟全公司都是 很多人不知道 我很少在鏡頭面前說 就是因為自己是私人事 上年一段時間 我簡直是 沒有存在在公司 所有片都不關我的事 你們怎麼搞 其實我每一天都內疚 我叫你們回來 現在好像本片 什麼都不做 老實說 那時候全部人離開 我一點都不會覺得 有什麼問題 你離開的話 我是開心的 因為我女少一個人 你回來面對我們都做不到 我又不可以怪你 可以怪 為什麼不可以 我怪了 但我過去了 但我後來很內疚 我怪你 你屬於你自己的低潮期 我們沒有在你身邊 你反過來這樣看 然後我就開始有一個暫感 在這裡 一定要 唉 不知道幫到多少 儘量幫我 連機器都不會拿 我和男生每個星期五都會回去直播 一定要跟觀眾有聯繫 無論如何都要連繫著他們 希望我們不要 以後都不理我們 然後繼續拍片 我一定要幫公司贏 這些決心我到現在都很強 大家看《冰冰》都有看 我覺得自己是肥皓的角色 肥皓是說 我不懂你懂 我幫你贏 我知道很多人說過 我真的小時候看你打球的片子長大 我不懂你懂 我知道你可以的 你不是可以的 我不會相信一個人 投資這麼多東西 在一件事身上 他會捨得走 我們完結這個低潮期之後 你正式歸隊 由乒乓普通的錢 你回到後你都很驚訝 他們都開始 終於幫到你手 我分擔到一點 當然是我不對 但是 都不是的 蔡翁、塞馬、胭脂、非福 是整天文競爛 9吋的力量 工作人力好很多 還有我們的心 影片沒有你質素 其實差很遠 但我一段時間 我都拍了一段 我自己很喜歡的影片 我和男生頭的拍一日拖 他幫我管了一段 因為第一次沒有你導演的拍一日拖 但拍出來也OK 結果我們就開始網索到 原來沒有你 我們都做到 一早應該要這樣想 以前很依賴你 都很開心的 你貴隊 當然不用貴 你都可以 真的不行 不要追你 真的不要 你不行 一件事永遠都是雙人嫌 沒錯我是動搖過 連男生頭都動搖過 我們公司是沒有的 但正正因為去年經歷過這件事 令到我們三個都成長 幕後都有成長 我們會更加珍惜現在 好想好土 但是真的 當我變回以前的全副心機 在工作上 我一定知道這幾年 你不用擔心 又不要不要擔心 我也不知道我這片可不可以 但一定會盡力 捧回你們 全部人上來 未必能捧到自己 未必說熊仔又再多人看 但我肯定的就是 就算我沒有人看 你們都會有人喜歡 簡直說還給你們 不要這樣說 你好就我們好 我甚至去ViuTV 哪裏都好 我都是說 我是FH Productions的家營 我想你會很自豪 你磨了一把我這樣的劍 不過最後還是說 有一天你更好的發展 很支持你走 蛤 是嗎 好吧 我自己就很介意承諾這件事 說得出 我就做得到 如果熊仔又不解僱我 或者他不倒閉 我一定會離開FH 這是我在說的承諾 這是大家 她剛才跟我說 家營姐 大家都說你不能 我覺得你一定 然後我剛剛一走出來 我聽到尖叫聲 我真的 很感謝你們 你們令到她說的話 跟大家說 我入FH之前 整個人生都是低潮 如果我不入FH的話 你就預料不到男生的頭髮很高潮 我以後都一定會繼續帶歡樂給大家 我出來最重要是娛樂你們的相性感 不是說我會繼續聰明 你們喜歡看的話 如果你們喜歡我 就叫我 喜歡我拍 不想看什麼 我都會努力拍的 謝謝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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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